薪酬福利管理 制作员工工资条 完善工资表数据 查找获取基本类工资数据 打开手续素材文件 单击工资统计表工作表标签 在姓名列中输入内部人员姓名 选择C2单元格 单击编辑栏中的插入函数按钮 在搜索函数文版框中输入所需要的内容 单击转大按钮 在选择函数列表框中选择所需要选项 单击确定按钮 在函数框中输入B2 将其选择按三次F4键 将列转换为绝对引用 单击第二行参数框右侧的折叠按钮 单击基本工资管理表工作表标签 在表格中选择B2 I39单元个区域 单击展开按钮 展开对话框 选择B2 选择B2 I39 按F4键将其转换为绝对引用 在第三行文版框中输入2 在第四行参数框中输入0 单击确定按钮 单击确定按钮 反合格做表中 在C2单元格中即可查看到 根据B2单元格中的姓名 查找到所在部门 使用填充笔横向填充函数到F2单元格 选择第二单元格 在编辑栏中将参数修改为6 按Ctrl加Enter组合键 重复上一步操作 依次将E2 F2单元格中的函数 修改为7和8 得到了B2单元格对应人员的 选择岗位工资和年龄工资数据 选择C2 F2单元格区域 将鼠标公标移动到区域右下角 双击鼠标让函数自动填充到数据末行 并根据对应人员得到对应数据 选择A2单元格 在编辑栏中输入嵌套函数 按Ctrl加Enter组合键 根据B2单元格中的姓名 查找到对应的编号 使用填充饼填充函数到数据末行 查找到对应人员的编号 获取其他名系列工资 选择G2单元格 按Ctrl加Shift加下方向组合键 自动选择到数据末行的单元格区域 在编辑栏中输入函数 按Ctrl加Enter组合键 确认 必根据编号获取对应的提成或奖金数据 选择H2单元格 按Ctrl加Shift加下方向组合键 自动选择到数据末行的单元格区域 在编辑栏中输入函数 按Ctrl加Enter组合键 确认并根据编号获取对应的加班工资 选择I2 IS39单元格区域 在编辑栏中输入函数 按Ctrl加Enter组合键 确认并根据编号获取对应的全情奖金 选择K2 K39单元格区域 在编辑栏中输入函数 按Ctrl加Enter组合键 确认并根据编号获取对应的请假辞到扣款 选择L2单元格 在编辑栏中输入函数 按Ctrl加Enter组合键确认并根据编号获取对应的保险攻击金扣款 选择M2单元格 在编辑栏中输入函数 按Ctrl加Enter组合键确认自动得到第一位员工的个税金额 选择N2单元格 在编辑栏中输入函数 按Ctrl加Enter组合键获取其他扣款项金额 选择L2N2单元格区域 将鼠标光标移动到区域的右下角 拖动鼠标到数据末行 系统自动将L2M2N2中的函数 填充到L39M39N39单元格中 并自动计算出相应的金额数据 计算和积累工资 选择接二单元格 单击公司选项卡中的自动求和按钮 在表格中选择D2I2作为函数参数 按Ctrl加Enter组合键计算出第一位员工的应发工资金额 使用填充饼填充函数到数据末行 自动计算出各个员工的应发工资金额 个税金额数据随之自动计算得到 选择偶尔单元格 在编辑栏中输入函数 按Ctrl加Enter组合键 使用填充饼填充函数到数据末行 选择P2单元格 在编辑栏中输入函数 按Ctrl加Enter组合键确认 填充函数到P39单元格 自动计算出每一位员工的实发工资金额 按Ctrl加Enter组合键确认 填充函数到P39单元格 自动计算出每一位员工的实发工资金额 制作内部人员工资条 选择任意数据单元格 按Ctrl加A组合键 选择整个数据单元格区域 单击居中按钮 在Q2 R23单元格中分别输入1和3 选择Q2 R23单元格区域 将鼠标光标移动到区域右下角 双击鼠标 填充序列数据到数据末行 选择Q3 R239单元格区域 单击查找和选择下拉按钮 选择定位条件命令 选中控制单选按钮 单击确定按钮 再提上单击鼠标右键 选择插入命令 选中整行单选按钮 单击确定按钮 选择A1 P1单元的区域 按Ctrl加C组合键复制 选择A1 P76单元格区域 单击查找和选择下拉按钮 选择定位条件命令 选中控制单选按钮 单击确定按钮 系统自动定位插入的空白行 按Ctrl加V组合键 粘贴标题行完成工资条的制作 选择Q列 R2列 在旗上单击鼠标右键 选择删除命令 删除添加的序列辅助列 完成内部人员工资条的制作 制作外部兼职人员工资条 打开锁区素材文件 在F2 F10单元格区域中输入序列数据 选择F2 F10单元格区域 按Ctrl加C组合键复制 选择F11单元格区域 按Ctrl加V组合键粘贴数据序列 构成完整的辅助列 选择A111单元格区域 按Ctrl加C组合键复制 选择与第二部分辅助序列相当的单元格区域 这里选择A11E19单元格区域 按Ctrl加V组合键粘贴 选择F2单元格 选择F2单元格 单击数据选项卡中的声讯按钮 让标题行与工资数据相互嵌套排列 选择F列 在旗上单击鼠标一键 选择删除命令删除添加的序列辅助列 完成外部兼职人员工资条的制作 打印工资条 打印内部人员工资条 切换到内部人员工资工作部中 按Ctrl加P组合键 快速切换到打印界面中 明显可以看出工资明细字段数据不能完全显示 单击纸张方向下来按钮 选择纵向选项 单击纸张大小下来按钮 选择A3选项 将鼠标光标移动到列与列之间的交界线上 按照鼠标左键进行调整列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使所有字段显示在当前页中 单击打印按钮进行打印 打印外部兼职人员工资条 切换到临时兼职人员工资工作部中 选择工资条区域 按Ctrl加P组合键切换到打印界面中 单击打印活动工作表下来按钮 选择打印选定区域选项 在打印预规律中即可预览到工资条的打印效果 单击打印按钮即可打印工资条完成操作 此好的 相机 onent击打印工资条 解钮